我赶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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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阴工地挖出一九岁小孩墓 石棺顶部开关者此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吓得考古队不敢轻举妄动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墓主对开关者的诅咒 俗话说不知者无畏 传言考古队最后在附近村庄 找了一个不认识的村民 才将石棺打开 关内上百件金银珠宝璀璨夺墓 墓主并非公主 可墓中陪葬品却超过了当朝皇帝 其中一条华丽的国宝基金项链 令专家知乎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珍品 九岁小女孩身上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保持你的好奇心 咱们往下一探究竟 1957年 在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石工队正在忙碌的工作 有工人在挖土的时候 锄头光灯一声碎响 一块青石板应声而断 从缝隙中能看到下面好像是空心的 工人立即想到这不会是古墓吧 领导赶紧打电话 将此事上报到了考古研究所 专家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掩认出这确实不是普通的青石板 而是国室的盖板 整个墓是为长方形 规模看起来并不是很大 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简陋 西安作为历史古都 石工遇到古墓是很常见的事 墓中埋的可能只是个普通人 然而当众人都以为 这只是个普通的棺果石 掀开青石板的那一刻 却让所有人都到西里一口凉气 盖板下面竟是个屋顶 并且屋顶上开着几次四字阴森诡异 现场众人直接被吓得愣在原地 很明显这时段诅咒 兼多识广的科研人意意识到 没有那么夸张 这应该只是古代常用的防盗手段 经过后续的勘察 专家发现这个屋顶 是个由青石雕刻而成的宫殿型棺材 石棺整体呈长方形 长1.92米 宽不到1米 高1.22米 这座看起来仅能容身的石棺 竟然被雕刻成了微缩殿堂的模样 细看之下门板门矿门门 门槛一英俱全 美山精致的石门上 甚至还有一排排整齐的门钉 很难相信古代工匠竟有如此高超的技 大门两侧还可有秀美帝侍女门童 身自灵动栩栩如生 整体上下都透露着牧主人身份绝非等闲 这样的石棺 即使用现在的工艺 也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才能制成 更不用说古代只能用手工的形式雕刻 单单石棺的价值都难以估量 足以见得牧主亲人对他的重视 然而一件事令专家非常困惑 在古代石棺石果 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为何史书上没有记载 此处牧主究竟是谁 看来只有打开棺盖一切才能揭晓 西安出土各有诅咒的石棺 开着几死四个大字诡异醒目 为确定牧主身份值得开棺验尸 诅咒究竟会不会应验 棺内又会有怎样的宝藏 牧主真实身份能否被专家破解呢 现在唯有打开棺盖 才可能知道牧主身份信息 然而开棺即死几个字令人发出 每一个人敢上前开棺 古话云不知者不怪 传闻最后还是在附近村里 找了几个不认识字的农民 才将棺盖打开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 正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石棺中 竟然出土了多件国家级文物 当时国打开那一个 让考了一辈子过的专家都瞠目结舌 里面的金银珠宝 在太阳的映照下璀璨夺目 小女孩头顶带着金罐式 上面有大量金箔银箔制成的花朵 在每朵花的中央又相见的珍珠 最惊艳的还有树金罐顶部 一直张开翅膀飞翔姿态的金蝴蝶 蝴蝶翅膀是用粗细不同的金丝编织出来的 躯干上还点缀招数颗结白的珍珠 不但造型栩栩如生 在轻轻晃动时 金蝴蝶也会随着颤抖 宛如一只真正的蝴蝶 在空中飞舞 整只蝴蝶造型精美神态细腻 不由让人感叹工匠的鬼斧神功 旁边这只镶金边的白玉碑 也是精品中的精品 小小的玉碑高4.1厘米 是由一整块上好的和田与雕琢而成 而石棺中发现的另一件物品 被专家称之为国宝般的存在 这条项链由28个球形面珠组成 上面镶嵌招数百颗晶莹的顶级珍珠 还有这种宝石点缀 更加难得的是 上面还有一颗直径3.1厘米 极为罕见的晴金石 并以凹雕的手法 在上面雕刻了一只大角鹿 除此之外 一对镶嵌着绿松石的金手镯 一对纯金的高祖碑 都是世界罕见的真品 紧接着出现的一个玻璃瓶 已经被我国列为了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经过化验这世间高纤玻璃 与同时期国外制造的玻璃材质并不相同 这说明隋朝时期中国就拥有了 水平高超的玻璃垂直技术 如今这些文物全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内 专家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几件文物虽然都是隋唐时期的东西 但风格并不是出自中原 研究人员推测 这些东西应该是西域国家的贡品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如此高规格的文物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九岁小女孩的石棺中 难道女孩是个隋唐时期的公主吗 可专家翻阅现有的史料 并没有找到隋朝有身份与之匹配的公主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时 考古人员终于挖到了 能够证明小女孩身份的东西 穆志敏 原来墓主的身份真的大有来头 这座客有开者及此的石棺内 被挖出230多件文物 比隋朝皇帝的陪葬加起来都多 奢华程度难以想象 而墓主竟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在穆志敏中如此写道 女郎会敬训自小孩 龙熙成继人 穆志敏中还写道 大月4年6月1日 预计忠于坟源之工十年九岁 原来墓主是一个 名叫李静逊的九岁小女孩 在公元前608年因病去世 说起李静逊你可能会有点耳生 其实他就是隋文帝阳间女儿杨丽华的外孙女 而李静逊的父亲 是隋文帝手下大将 李崇的儿子李敏 母亲是杨丽华的女儿宇文阿英 可以说李静逊不仅有皇室血统 又是江门之后 从小就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是外婆杨丽华的掌上明珠 一直跟着她在隋朝的皇宫里生活 然而这样幸福的日子 突然一天被上意外打破 公元608年夏天 乐平公主带上李静逊与隋阳帝 本想到坟源公避暑 可途中小女孩争了一场大病 因此夭折 最后都没能和同爱的外孙女说上一句话 突如其来的噩耗 瞬间令杨丽华悲痛大哭 隋朝皇帝都推崇以前谱节省为美 并且命令规定夭折的孩子不能厚葬 但杨丽华担心外孙女在地下受苦 于是按照李静逊生前住的宫殿的样式 命令匠人做了一个小心版本 还将外孙女最喜欢的玩具饰品 放入关中陪葬 在关盖和尚的最后一个 杨丽华将遗传极为豪华精致的项链手镯 戴在了关中小小身体的手腕与脖梗之上 因为害怕被盗墓贼打扰 外婆没把宝贝孙女葬在皇家墓地 而是选在了自己经常去的皇家寺院 希望这片风水宝地能让她下辈子 福气颜面 并不惜命是将在棺果上刻下开着及死 来保证外孙女死后的安全 可能也正是这句话起了作用 以前多年间 小女孩的棺果都没受到侵扰 这场隆重的葬礼 凝结着杨丽华对外孙女最后的爱意 一年之后疼爱她的外婆郁郁而终 六年之后她的父母相继被刺死 而李静逊因为一早夭折 躲过了这场灾难 永远地躺在了外婆的同爱之中 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积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